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dy 今天我要在我家这个位置再装上一个摄像头 这次要装这个是360度上下都可以转 而且还有灯 这个不是充电用电池的了 这个是要插电的 那在今天视频中呢 我不仅要讲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安装这款摄像头 怎么安装这款摄像头 还会解答一下大家前段时间 对我家其他几个摄像头的一些疑问 回答一下我为什么全选用无线的摄像头 以及我几个充电摄像头 几个月用下来电量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好了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先快速讲一下 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这个位置 装上一个需要接电的摄像头 不再用电池的了 而且为什么是这款特定的摄像头 不是别的款式 因为肯定有人很疑惑 为什么我要装这么多摄像头 我那边那颗摄像头装的时候 已经出过视频 大家也看过 包括我车棚下面也有 所以我现在站这个位置 应该是可以被我已有的摄像头覆盖的 而且也有人可能会疑惑 我装这么多摄像头 是不是为了安全防盗的功能 其实我装摄像头 从来就没有为防盗做过任何打算 我这一块治安也挺好 我认识有朋友家里门锁坏了 不能锁的 天天出门几年了也没事 我装这个摄像头 主要是看中它上面有灯 它上面三个灯是可以调整方向的 转来转去 就可以把我整片院子这个区全部覆盖 那为什么要装这样灯呢 我上面个别地方已经有灯了 包括那边也有 这些灯都要有开关 老式的感应已经不是那么灵敏了 所以这种新的摄像头上的灯 感应会比较好 我以后车从后面倒进来的时候 只要有动静它就会亮 而且这款摄像头我前面已经装过一个了 它灯的颜色色温亮度都可以调 灯光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给它装在这呢 主要是想在这个最重要的角上 有一个非常好的感应灯 一个可以四周都照到的感应灯 其次呢一样装一个感应灯 我顺便装一个带摄像功能的 可以记录一下家里发生的各种情况 有的时候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很担心是不是有人闯进来过 有没有人丢酒瓶子进来 其实很多时候是风啊 或者我的猫啊什么造成的 那有了这个摄像头 我就可以了解一下至少 因为之前都买了UFI这个牌子摄像头 这次我还是买了UFI的摄像头 它呢不需要每个月交月租费 服务器是免费的 所以说呢我可以随时 把拍到的影像传到手机 都不需要钱 所以简单来说 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在这个地方 安装这款特定的摄像头 先把摄像头拆开 给大家看看它长什么样 那它下面呢有一个360度可以转的 包括上下也可以翻转的摄像头 周围四周各个方向有一些传感器 有人或者有动静它就会拍 然后上面呢这三个灯 不仅可以上下翻转 它左右的角度这个拧开也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呢我可以270度都有灯光照射 我看中的就是它这个特点 那这上面的线呢就是它的电源线 它没有任何信号线 因为它的信号也是联网无线处理的 盒子上都有写嘛可以传到手机 当然它本身里面也有一定的内存 按照我家前面装过一个一模一样的 存几个月是没问题的 当然还取决于你要拍2K还是1080P的画质 这个摄像头是可以拍2K的 如果你要开高分辨率记录的话 肯定也会更占内存 这个线很显然是要自己接的 所以呢理论上来说你是要找电工的 你需要把这个底座给装到你的房子上 然后房子需要布线再把电源接到摄像头上 肯定有人会想我今天这个视频 是不是应该放在会员专去 但其实我今天不会通过传统的接线方法来做 所以呢不会牵扯到任何符不符合规定的问题 我会把这个灯改造成有一个插座的 就像所有家用电器一样 找一个拖鞋板一插 它就可以工作了 毕竟我主要是为了它的灯罩 包括顺便记录一下有趣的东西 家里用嘛 不是什么银行金库里多隐蔽怎么样的 我无所谓 我就走明线 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 那下面我就开始安装 首先我需要改造这个摄像头 把它改造成一个有插头的电器 这里先看我需要安装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我下面吊顶这边是水泥板的 所以它在上面是不能直接拧螺丝固定东西的 和石膏板一样它很脆 我可以安装的地点呢 有上面屋檐边上木板的地方 或者侧面屋檐边上木板的地方都可以 因为这款摄像头不仅可以装在屋檐下面 也可以装在侧面 它都有固定的方式 它是可以翻转的 不过呢 虽然它写着是完全防水的 但是呢 我这边因为正好朝着北面 澳洲嘛 朝北是朝太阳的方向 我担心它烤的时间长了 密封条什么不太好 以后漏水 所以呢 我想装在屋檐下面 这边由于水泥板不能装 那我就在下面想再加一块木板 给它做一个底座 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装在整个屋檐下面 它就淋不到雨了 也基本就晒不到太阳了 以后应该就不会出现进水的问题 这里我搞了块没用的木板 然后我想这样切一刀 正好把屋檐的那个角下面给填上 待会儿摄像头这个底座呢 就会装在这上面 然后整个摄像头是固定在这个上面的 很清楚都没有问题 现在我就先用圆锯 把木板这个角切下来 这一部分就不要了 我现在只要这一个部分 一会儿呢 整个木板就像这样装在屋檐上 底座是这样固定在这块木板上 所以这里呢 我要把走电线的这个洞给钻出来 我这里已经标记好了 接着木板四周我也要钻几个孔 是待会儿固定到我房子上的位置 我再精修一下木板的造型 并且用砂纸把木板都稍微打磨了圆滑一点 这样不扎手 另外我还要给木板刷上漆做好密封 这样它以后不会因为吸水导致发霉或变形 在等气竿的同时呢 我来设置一下这个摄像头 因为这个摄像头我之前装过一次 我知道它需要先连接手机的应用软件 然后再给它装到墙上固定好 我先打开这边这个盖子 然后给它一个USB线插上电源 这个指示线设定的时候需要用一次 之后这个盖子再也不会开的 以后这个线是不会再用了 现在要等一分钟左右 等它下面这个红灯开始闪烁了 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好了 这样子就知道它准备好了 我打开这边这个盖子 这里面呢有一个二维码 要用手机软件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这里我拿出手机打开软件 这里添加摄像头 然后找到我这款摄像头 接着继续 这样就可以扫二维码了 那它上面会有提示 告诉你怎么设定 只要按照上面一步步来就可以了 让我按上面那个按键 我来按一下 这样应该就好了 我看一下这个灯 现在这个灯变成蓝色的了 那就是对了 我再继续 需要连一下WiFi 继续 这样就成功了 然后它让我更新一下 我就稍微等一下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反正也得等那边的气杆 所以我就等一下 那好了 现在更新完了 那我这样摄像头就算装上了 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线拔掉了 以后就再也不要用了 这里盖上盖岩石 不要进水 现在我要给摄像头做一个插头 这样子就不牵扯到电工改电路的问题了 以后整个摄像头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 我剪了段电线 先把电线从整个底座插过去 然后再插过整个木板上的洞 这个样子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现在我就可以把整个底座固定到这块木板上 为了考虑到防水的问题 我会在整个底座有洞的地方都打上硅胶 用螺丝把底座固定到木板上 之后把电线抽到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长度 木板和电线之间我也会涂好胶做好密封 虽然以后这边也碰不到水 但是多考虑一点以防万一 然后这里电线就可以固定到它的接线柱上了 那这里三条线 火线 地线和零线 我现在用的三条线颜色 褐色的是火线 绿色的是地线 蓝色的是零线 我就按照这个顺序给它接上 整个电线本身也给它固定好 这样它不会乱动 这样底座这边就算固定完了 反面这边我把电线也稍微固定一下 像它以后不会乱动 然后就可以来接这个插头了 我先给它拨个线 把这两个部分给穿过去 再把三根线都拨开 这样就可以往这个插头上接了 那看清楚不要接错了 绿色的是地 我插在这边 接着没记错的话 左边是火线 右边是零线 把线绕在这下面 三条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子 那像这样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外壳套过来了 把整个盖子都包到头 全部卡到位 最后再把后面这个螺帽给拧到底 这样子整个电线这边都密封住了 那我这个插头就接完了 那现在呢 我会先把这个部分给装到房子上 然后再把整个摄像头固定到下面 这样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 我把整个底座拿过来 用螺丝拧到我屋檐下面的木头上 我这里一共用了六颗螺丝固定 嘴应该是非常牢固的 接着我就可以固定整个摄像头了 那它很方便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钩子 这根绳是临时套在上面的 我可以先勾在这上面 这样它就不会乱动 然后手就可以空出来接这三根线 接法和刚才接插头的时候一样 一根火线 一根零线 一根地线 颜色也都是标准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重复讲了 我就分别把这三条线先接上 接这个让我想到装灯座的感觉 其实和装灯座的方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整个摄像头底座就是一个灯座 我的摄像头其实也就是一个灯 唯一不能去别 只是在于我后面这边是插头 所以我没有电 这根线不是直接从我房子墙上出来而已罢了 装法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把这件线稍微理一理 就可以准备把摄像头往上放了 它这下面有个长的螺栓 就是用来把摄像头固定到上面底座上的 我先稍微上几圈螺纹 确保它不会掉下来 然后我就可以把临时固定用的绳给取下来了 现在我稍微调整一下摄像头的位置 先看看它撞到什么位置比较好 我保证这个灯不撞到我的雨水管 所以我可能稍微往右侧转一点点 像大概这个样子 我这个灯不管调整到什么位置 都碰不到我的雨水管就行了 那我就就着这个角度 把整个摄像头给固定上来 把整个灯合上 然后这上面三个灯是可以任意调整方向的 上下也可以 每个灯单独的上下也可以调整 左右当然也可以调整 我给它调整到大概现在这个样子 给它固定紧 把上面的保护膜都分别接掉 比方便一会测试 灯下面传感器的膜我也接了 这个样子的摄像头部分就算装上了 那由于我刚才留了插头 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拖线板 才能给它供电 这个摄像头才能工作 那我就把拖线板 加在我车道大门的这个插座上了 长的线我就绕在上面了 不去管它 然后顺着这个线一直这么走 靠着墙角 靠着屋檐下面走 走到摄像头那边 现在摄像头下面电已经插上了 而且灯已经亮了 已经在正常工作了 到目前为止的 现在摄像头都在正常工作 我就算装完了 虽然我没有完全按照它的要求来装 我是用了个拖线板 把电从插座那边拖过来的 但现在看上去也不是很明显 看上去也挺干净的 因为我以后这边呢 还需要再做别的东西 在面墙上 我想等做完了以后呢 再好好把电路重新做一遍 现在这个电线的走法呢 也都是临时的 这样摄像头能先工作起来 我这边就可以享受有灯的感觉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摄像头拍出来的效果 这里可以看到我人站在这边吧 然后这摄像头上下它都是可以转的 那我一般我就觉得 一般我就觉得压到下面点就够了 因为我不需要拍马路上的情况 包括我可以点一下360度旋转 那它就可以把360度都扫一遍 像这个样子 最后它会回到刚开始预设的这个位置 边上这个灯呢 我也可以打开一下 它就会亮 这个是我手动开启 等天黑了以后 它也会感应 有人它也会亮 另外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设定 像这个灯呢 它有几个模式 比如第一个环境灯 就是它可以一直亮着 只要天黑了它就亮 你可以设个比较暗的亮度 第二个呢 是有人来了 它感应到东西动了它会亮 你可以设个稍微亮一点亮度 最后呢 就是我手动开启的时候 可以设一个颜色和亮度 它每一个颜色和亮度 你可以选的范围是非常大的 我一般都选最黄 这样没有那么刺眼 你当然也可以选纯冷光 或者中性的 不冷不暖的光也都可以 亮度呢 也可以调节 如果给它调到比较亮的话呢 它真的是非常亮 比汽车大灯还要亮 所以呢 我一般都给它调到最低 因为我知道我前面装过一个 最低晚上照明就和一般的射灯 什么差不多亮了 我觉得就够了 调到这样子40%左右 就已经非常刺眼 这样子和汽车大灯是差不多亮度 现在天还没黑啊 已经看上去这么亮了 另外像这个摄像头 还可以设置检测人物 或者说任何移动 它都可以感应 包括它每个方向正面和侧面 它可以设置不一样感应的距离 我正面离着马路就非常近 我就可以短一点 摄像头的左边 也就是我现在右边 正好是我的车棚 那下面我还有个另外一个摄像头 我也不需要它非常非常远的检测 但是它的右侧是我的院子 所以说我需要远一点 我想把整个院子都包裹进去 它都可以分开设置 一旦在这某个位置检测移动 它摄像头自己会转过去 还是比较智能的 不过在它不转的时候 它整个视野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就在摄像头下面 它只能拍到这一点点 它不是广角的 另外包括它还有用手机和摄像头 下面的人对话的这些功能 一般也没什么太大的用 这个摄像头由于是插电了 它一直在拍 这里还可以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每个视频片段 都会存下它感应到有东西动之前的 几秒钟片段 不会出现有东西动得太快过去了 它没拍到这种情况 因为它每个片段 从感应到东西动之前就开始记录了 这样就绝对不会出现少拍漏拍的情况 最后再和大家反馈一下 我之前装的充电的摄像头 现在用下来效果怎么样 那我就用门口这个用的最多的来举例子吧 现在工作都正常 从来没有断过线 所以我不是很担心 那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可靠的 另外呢 就是如果我们打开设定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电量 现在已经四五个月用下来了 它只下了一格电 我门口这个是我电用的最快的摄像头了 已经 按照这个速度用电呢 它标称的365天是绰绰有余的 我估计都可以用两年都不需要充电 我门口一天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片段它会录下来 但是我感觉它电量还是非常充足的 另外还有后院也是这个摄像头 同样电也还只下了一格 另外还有两个呢 我是装太阳能板 所以电量一直是满格 我现在感觉太阳能板可能有点没必要了 其实就充电就行了 我感觉只要电池还好的话 第一次充可能就是两年后的事情 当然等电池非常老了 可能就用不了这么久 但是我估计用个一年也是绰绰有余的 一年充一次完全够了 最后再讲讲为什么我都用无线的摄像头 很多人都推荐我用网线供电的摄像头 其实我自己就很讨厌麻烦 我就喜欢东西越简单越好 因为用网线供电摄像头 其实比插电的摄像头更加麻烦 插电摄像头你需要有个电源就可以了 你用网线的摄像头 你必须把网线拉到你路由器那边 更加复杂 像我这个房子你看怎么拉 这个顶上根本爬不上去 我不可能从屋顶上走 这边是有阁楼的 那边有两层我根本就没有阁楼 怎么把一楼的线走到两楼都是问题 所以我都用了无线的摄像头 这样我就不需要走信号线 有些人觉得无线摄像头不可靠不稳定 那我至少我用了这几个月下来 我家有9个 现在有10个摄像头 从来没有断过线 而且就算万一断线的 我家这么多摄像头 每一个特定的位置 就像我现在站的位置 就有三个摄像头可以拍到 我不在乎有一个摄像头 出现信号不好 没记录下来 而且信号不好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像这款本身就把视频 储存在摄像头里面了 等往好的时候 它自然会传到我手机上 或者传到它的云端 这些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还有人觉得像这种无线摄像头 人家把我电闸关了 可能就不能工作了 那说实话 你有网线控制摄像头 人家把你网线解了 你就更加不能工作 我无线的至少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退一步 我一直说家里不是银行 我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人家也不会为了钻到我家来 把我10个摄像头全部破坏掉 我一个都拍不到 也不现实 所以我用这种便宜的无线的 就觉得非常方便 我不在家的时候 一样可以用手机 看我家里的任何情况 完全不受影响 虽然我这边聊了一会 天也稍微暗一点了 但是还是不够黑 它现在还没有感应会亮的感觉 反正我刚才也手动开过灯 大家也看到过它是怎么亮的 那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像我这个主要是为了它有灯 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录像用的 所以可能不是最适合你 如果你想了解我充电的款摄像头 也不要错过我上气窗摄像头的视频了 那好了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视频里再见